校园专墙被喷了三个大字 烂学校 这是恶作剧吗 谁做的 监视器画面看到就是他 拿着喷漆在围墙上喷字 画面显示 一名机车骑士在台风架期间 骑着机车在路边停下 从机车上拿出喷漆 在校园的围墙喷字 围墙被喷字或者打叉 也有其他喷漆乱化毁损 彰化室的一所国中 还有一所国小受害 警方以车罪人查出 男子是校友 回来母校搞破坏 男子是数 成余该两所学校救赎 救赎期间 承招同学欺负 你的心生不完 男子今年45岁 如果是念书的时候被欺负 就是30多年前的往事 家属跟警方表示 他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妈妈还帮忙清除喷漆的痕迹 民众说在校园喷漆 真的太不可取 情侶也不好 造成小学生 小学生也会很害怕 痕迹的痕迹经过了清除 有的消除有的变淡了 校友毕业三四十年 回母校不是寻找童年的回忆 却是喷漆泄愤 当时的情况难以求证 校方说不会提高 不过警方依法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寒送处理 TBS新闻 陈志中 吴淑萍 张华报导